在中科四期的开发案方面呢 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是台北高等法院裁定 中科四期的开发案要暂停执行 所以国客会在昨天还召开了记者会宣布 说中科三期七星园区 还有四期的二零园区要暂停开发 不过这样的一个决定已经冲击到了 目前已经在七星园区投资设厂的友达 所以民进党立委就要环保署长沈世红下台 而张国县长卓博元也说 开发案的不确定性 真的不利台湾的竞争力 中科彰化二零基地因为相思聊 真谛的争议国客会做出全面停止招商决定 首当其冲的就是希望靠园区招商的 彰化县政府 能够带动地方进步反种 能够带动台湾的发展的投资案 如果一直都陷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或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状态 这样的制度上来讲 对台湾来争取竞争力的计划是相当不利的 中科不止二零园区暂停招商 中科三期台中七星基地 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开发 更让已经投资设厂的面板大厂 友达受到冲击 那你在没有做一些产业政策的引导之前 你就规划出来 那叫企业去投资 投资了以后 你就把人家喊咖 那这些损失叫企业去负担 坦白讲有几家企业受得了 将来没有任何一家厂商 赶来台湾投资的话 那台湾怎么办 事实上中科七星基地早在今年一月 最高法院裁定撤销还评 但当时环保出张沈世宏大登广告 批评最高法院裁定无效 直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做出停止开发决定 这才待机大雕 沈世宏刚毕自用 沈世宏目无法计 在这种状况之下 厂商成为集体受害者 沈世宏要负责 沈世宏要下台负责 否则我想这样的一个事情 如果继续由沈世宏来坚持的话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农民要受害 有多少的厂商要受害 为了拼经济政府大设科学工业园区 现代地方抗疫怕波及五都选举 又把开发喊咖 厂商的损失政府难道不该负责吗